跨年101周邊的飯店已經一訪難求 但最近有民眾查房價 發現半年前提早預定跨年的景觀房 當初一個晚上的價位是3萬元 但最近漲到13萬 而且還被搶光 另外一間飯店更出現了一個晚上百萬的天價 這個價位也讓民眾直說 還不如出國去玩 年底跨年周邊景點 搶房大戰已經開打 不過最近有民眾發現 台北101周邊飯店價格漲翻天 半年前提早預定跨年的景觀房 價位是3萬多元 特殊節日加價也不意外 只是近期一查發現 同一家飯店差不多的房型 竟然漲到了13萬多元 足足翻了4倍 而且這兩天再看看 訂房平台都賣光了 選擇出國吧 對 因為就是價格實在太高了 直接出國還比較快 因為台灣的那個 的煙火 或是活動 跟周圍都沒有搭配起來 訂有位置或是訂有房型 有時候根本看不到全部的地方 這還不是最誇張 鄰近飯店特殊房型 一般假日原本就不便宜 一晚10萬多元 最頂級的甚至要35萬多元 跨年夜這天 官網價格一間喊到50萬元 另一間喊到100萬元天價 讓民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吧 而且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今年都還甚至有夜子喊到跟以往是 將近8倍9倍10倍的價格 其實都還是會有 而且甚至還是一方籃球 也許這些漲價特別多的一個飯店 他們想要鎖定的是金字塔頂端的一個客戶 即便喊到天價口袋深的客群大有人在 不過對比鄰近地區也會在跨年放煙火的 香港維多利亞港周邊飯店 兩家國際型連鎖飯店 港景房型價格都落在3萬到3萬5千元台幣之間 約為一般假日的兩倍 再看看台灣的飯店驚人房價 一般老百姓直呼真的看不懂 記者之前跟日地鐵報道 都有